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真正少年 這一集是 話說從前你家磁磚爆掉了有很多種爆法 第一種是被水電工具拿來鑽爆了 第二種是你好好放在那邊他自己就爆了 第三種是你在製作的時候做到一半他就自己爆了 總而言之磁磚爆掉有非常多種 就像是你老婆爆炸的時候他也有很多種方法 話說從前古人說的裝修工程裡面 包含的叫天地地 這三個東西呢地跟壁它是最需要磁磚裝潢 尤其是在我們這種熱帶性國家呢 磁磚它非常的難被木頭跟食材去取代 尤其是在歐美國家或日本國家 他們這種木材大量的使用在我們台灣是神聖打妹 那為什麼你要看這一集呢 就是尤其是你家裡面要裝IKEA的工具 或者是你要在浴室裡面吊掛各種有的木的東西 甚至是你家房間要裝潢 或者是你家的廚房要改建 它其實都會用到磁磚的挑選 以及磁磚如何鑽洞它不會爆炸的各種基本小常識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在這開始之前呢 首先大家都會聽到陶磁陶磁 但是陶跟磁其實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首先陶 什麼是陶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從小的歷史課本 就人類一致用火 發現了火災之後產生了陶器可以用 而黏土跟陶土它們要怎麼樣成為陶器呢 這個時候你要知道石英的573轉換 也就是在573度的時候呢 α跟β這兩個東西呢 它們會互相的交替認為陶器 但在這個時候呢 因為溫度還急劇上升 所以它非常的容易爆炸炸裂 而如果你在溫度掌控的好呢 那你就會出現了 在我們上網當中常常用到的 一些小陶器 生活陶 像這是小二的杯子 這是阿丁的杯子 到底這兩個杯子哪一個比較貴呢 阿丁竟然可以跟小二放在一起 說到磁磚呢 磁磚的原料就是由 長石加陶磁黏土加上石英這三個東西而燒製而成 而將這三種原料混合在一起 燒製到1200度以上的時候 它就會磁化變成磁器 而這個時候呢就是大家所看到的磁磚了 明明能夠用900到1200去做陶器 為什麼你要搞到1200度以上去做磁器呢 它最大的差異就是在於 陶器它的毛細孔非常大 而磁器它的毛細孔非常小 磁器的硬度高 它沒有甲醛 不怕白蚁 耐高溫 耐溼 耐熱 還有重點就是 放在你家地板的時候 它非常耐刮 所以為什麼磁器在所有台灣天然建材當中 它都會就是幾乎佔據了南瓜大象 不過因為台灣的氣候關係 所以非常多的建材材料 並不是那麼適合蓋房子 就很像小弟以前住在澎湖的時候 在澎湖裡面就像是精神石棍屋啊 你一台車子在那邊買三年 回到家裡好像變十年一樣 那回到一開始呢 磁磚為什麼會爆 其實它包含了非常多複雜的原因 我們把它劃分開來 首先左邊叫做先天優勢 右邊叫做後天努力 什麼叫卻天優勢呢 先天優勢就是你當買來磁磚的時候 或者是你家裝潢在挑選磁磚的時候 你選擇用什麼樣的磁磚 它的厚度如何 它的品質好不好 跟它的強度高不高 什麼叫做後天努力呢 就是你在磁磚施作的時候 你必須具備什麼樣的工法 你要挑選什麼樣對的工具 甚至你要選到什麼樣的磚位 它都會關係到你家的磁磚會不會爆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首先第一招 聽聲變位 這個東西我們在業界稱為二丁寡 那這個也是你家磁磚在戶外的時候 最常看到掉下來的一種磁磚 我們回到一個科學性的強法 什麼叫做好的磁磚呢 因為它密度高 它的密度高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呢 就是它的吸水率會越低 那當它吸水率越低的時候 它的硬度就越高 也就是它的密度越高 那它的聲音聽起來就會越紮實越清脆 所以我們再聽一次 我們在業界測試的方法會是這樣子 首先把磁磚立起來一個角度 這樣敲 這是一號選手 二號選手 聽不出來是不是 那你不適合做這一行 趕快轉它吧 個人建議我覺得比較好辨識的方法 其實是你的手指去抓到旁邊 然後把你的十塊錢 放在一樣的高度 是不是聲音差很多 中部正確答案 右手邊的磁磚其實是比較好的 價錢也是比較高的磁磚 然後接下來呢 你家的磁磚為什麼會從上面掉落呢 來我們在二釘掛的後面 你都會看到有一些小線條 對不對 它這個時候並不是線條多的 就代表比較好 一些比較好的磁磚 它的這個弧度的地方 它會做一點些微的倒勾 也就是倒勾的意思呢 就是我們一樣用拿一個手指的指甲 然後去把它往上抓 有沒有看到 再一次喔 這不是節目效果 我換一次 也不是我慣用手比較有力 你看有沒有看到 這個東西它也就是你在施作水泥的時候 你在把它打起你的錫磚 它的水泥能夠擠到它倒勾的位置 所以你家磁磚如果現在掉下來了 趕快把磁磚拿下來 看你能不能這樣抓 如果不能這樣抓的話 其實第一個就是品質的問題 通常有時候不一定 全部都要灌成施工的人員 因為你一開始買的磁磚品質 就不是這麼好 第二招 天下太平 幫你的水瓶尺呢 放在這兩個磁磚的正中間 那你就會知道這兩個磁磚 它到底它的平整度夠不夠高 有沒有 知道了吧 然後接下來你可以看中間的水瓶尺的位置 當然啦 你的桌面一定是要平的 那才有用 這塊裡面大家應該想都不用想 就是白色的這個就是比較好的磁磚 也是比較貴的磁磚 第三招 驗名正身 然後第三招呢最簡單 就是當你把磁磚翻到背面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後面它有一個很小的小LOGO 像這個就Made in Taiwan 那在所有的磁磚呢 只要你要在台灣販售 一定要上面有打上它的出產地在哪裡 所以如果像今天你看到你的磁磚 拿過來的圖片是長這樣子的 被塗掉 那那批磁磚肯定有問題 而你也不要相信說 那個磁磚好像是多棒的磁磚啦 基本上不太可能 然後呢有一些設計師會告訴你說 這些東西就是進口磁磚 但是進口到底是從哪邊進口的咧 到底是從義大利進口呢 還是從香港進口的呢 還是從中國大陸進口 那也叫進口 那進口磁磚裡面的廣義要分得非常詳細 這個東西請各位消費者跟各位朋友們 你一定要問清楚 所以各位朋友千萬不要被騙 那我們把剛剛的二丁掛拿過來 就算這種再小的磁磚喔 它後面一定還是會打上它的生產地 或是它的LOGO 像這個是哪邊的 然後他們有下面的編號 好那我們先天條件講完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進到工業上磁座的後天努力 為什麼先天條件重要呢 假使你今天想像一下 你的磁磚如果它今天不平 但它貼在水裡面上的時候 所以當你在弱點在磚洞的時候 你施工下去的那個力道的點 它所產生的震動它就會不平均 所以有的時候當你今天 往下磚的時候 你下面是空腳翹的 或是你下面其實是懸空的 並沒有完全附在水泥上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磚的爆裂 而我相信很多在看我們頻道的人呢 就是你們都是用 這種的磚尾在磚磚的 也就是我們常常講的四勾槌 但是四勾槌它當然很快很方便 但是回到頭來真正磚的磚法呢 它其實是有一個一定順序的 它能不能來裝磚磚 當然可以 因為通常我們在鎖水泥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用鐵錘 用到震動模式去用磚磚 但是你要想像一下 其實磚磚跟水泥 它兩個東西是不同樣的材質貼合在一起的 所以當你用震動錘磚直接去往下垂的時候呢 它馬上爆給你看 但是它有可能因為你技術很好 而不爆給你看 什麼樣叫技術好呢 通常我們會用點放的方式 但是照理來說呢 通常我們在磚面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薑紙的磚尾 傳統的時候呢會用十字刃的磚尾 然後加上你的震動電鑽或是衝擊起司 然後慢慢的記得一定要加水 之後呢很多廠商呢 他們也依照了各個水電師傅的需求 就出了這種 就是它把以前十字刃跟一般的水泥電鑽 混合在一起使用的磚尾 但是一樣要記得一個重點 就是一般磚的時候一定要加水使用 接下來第三種磚尾呢 就是其實大家有沒有之前看過 宅水店他們有使用的 就是磚絕對不會爆的那個影片 他們其實裡面所使用的就是我們稱為鑽石頭 就是一個圓圓的鑽石鑽尾 把它鑽 鑽進去 它的用法呢 跟一般我們以前使用震動電鑽 鑽動不一樣 最大的差異就是在於是 它很像用前面的小小的鑽石頭 然後一直磨 一直磨 一直磨 就是它很像是用慢慢磨的方式 把你的磁磚磨出一個洞來 而不像我們在使用金屬啊 或者是木頭 它們是挖出一個洞來 這是他們鑽石鑽尾 鑽石圓孔鑽裡面最大的差異 而鑽石圓孔鑽 它雖然效率非常慢 但是呢 它鑽一個洞 鑽起來就會通常很漂亮 而且不會爆 在近期呢 我們去逛五金堂的時候 五金堂真的是一個非常邪惡的地方 他們就是最近有推出這種 專門鑽磁磚 專門鑽水泥 而它能夠裝在虎刃達上面 反正就是它能夠符合它的牙 然後打開開去 在當時的狀況你很難 在一直換工具的狀態下 你可能可以拿來參考 台灣人就是真的很聰明 台灣人就出了一個轉接頭 或者是用在震動電端上面 像這樣 但是呢 我相信有很多水電師傅 就是你今天你上暗場 或是你可能不會吸牌殺機 就是帶非常多的東西 而在近期呢 就是很多工具商 他也為了這樣子的工作 他推出了一種特殊的垂� 像威克4388 它的後面這邊就有一個磁磚專用 一般來說我們在鑽磚的時候 它是像這樣子 如果我們按下磁磚 按下去 鑽磚的時候呢 它就像這樣 現在工具實在是五花八門 我們工具這麼多 也不知道衝得很小 不然下一集真圖送大家好了 綜合上面的種種工法呢 所以其實今天你如果 你的工具很爛 或是你技術很爛 你去選一個非常好的磁� 它通常爆的機率也不高 要馬呢 我們在後面就有一個磁磚專用 一般來說 我們在鑽磚的時候 它是像這樣子 如果我們按下磁磚 按下去 鑽磚的時候呢 它就像這樣 現在工具實在是五花八門 我們工具這麼多 也不知道衝得很小 不然下一集真圖送大家好了 綜合上面的種種工法 所以其實今天你如果 你的工具很爛 或者是你技術很爛 你去選一個非常好的磁磚 它通常爆的機率也不高 要嘛就是今天你磁磚你選的很爛 但是你在施工的時候品質就不是這麼好 所以你今天隨便磚 或者甚至你磚尾才剛碰到它一下 它馬上就一觸即發 馬上就破了 那教完了大家就是磁磚它怎麼樣挑選 甚至怎麼樣磁磚不會爆的之外呢 其實磁磚有非常多很多很多在台灣的冷知識 可以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個 當你去看到一些老屋改建 或者是你走到一些老房子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磁磚 它的鈦魯都非常小塊的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早期的磁磚 就是從小塊開始生產開始流行的 而到了近期呢 甚至到了現在 它才會出現有所謂的大氣磁磚 什麼叫大氣磁磚呢 就是像60x60以上的磁磚稱為大氣磁磚 而磁磚的歷史呢 當然也不是從以前就能夠做這麼大 也並不是從做很大的 然後開始切割切的很小 而是當技術越來越純熟 跟在台灣的製造產業越來越厲害了之後呢 磁磚才能夠越做越大片 越做越大片 越做越大片 到現在台灣的磁磚 它能夠已經做到120公分 乘以120公分 爆甘大 而大磁磚的好處呢 就是當它大磁磚越大嘛 所以它能夠裁切就比較方便 然後接下來它磁磚跟磁磚 當你貼完一個100坪的面積的時候 它的中間的縫隙就會比較少 而磁磚呢 基本上就是你家裡裝潢裡面 一定會用到的東西 所以小弟呢 也在這邊給大家幾個 就是你在磁磚 臥室 或者是你在客廳 可以有什麼樣的搭配的磁磅 租房 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一個非常愛讀書的好學生的話 現在的磁磚它非常的高客氣 甚至有做到負離子磁磚 所以它能夠在你唸書的時候 釋放出負離子 釋放出負離子是什麼樣的概念 總而言之 它就是能夠讓你提振精神啊 甚至一些18店也能用 就是不確定是不是貼了負離子磚 大家都很嗨這樣子 也有整件公司全部貼負離子 客廳 客廳它最重要的就是要耐磨 因為客廳是最多人走動的地方 甚至有很多客人在來來往往 所以在客廳呢 我會建議你可以選擇一些比較大的磁磚 它也能夠讓你在視覺上有客廳放大的效果 然後第三種就是廚房 廚房它最重要的就是防滑跟好清潔嘛 但是像小弟曾經有一間房子 就是有一個非常不好的印象 就是當時有一間貼地板的廠商 他就跟我歪歪人 就跟我講說 喔我這還要用 怎麼還要用 然後就是 那廚房你就要是要打那個 那要怎麼磁磚啦 沒有好 我再一年而已 就開始要磁磚 屁死 主意剛開始喔 該拒絕往來戶 所以呢 小弟最近就想要再換磁磚了 但是 廚房跟客廳呢 其實我們是連動在一起的 所以我個人會建議 你的廚房跟你的客廳 你可以選擇用一模一樣的磁磚 然後一路過去之後 你就會覺得視覺延伸感 它就會放得更大 接下來這種非常的重要 就是浴室 石板磚跟防滑地磚 像我最近就計畫 在公司的樓上蓋一個浴室的風呂 然後 你就可以選擇一些灰色的石板磚 那看起來就很像是一種聰明的感覺 有沒有把它貼在浴室裡面 就感覺有點像是一種 什麼感覺 最後一種就是你的寢室啦 寢室呢 通常我會建議 你可以選擇一些木蚊磚 就是第一個讓它視覺上看起來比較舒服 現在的磁磚做木頭都做得超級像 你也可以在上面選擇防滑磚 也就是如果今天你會有長輩 或是你家的寵物 尤其像臘腸狗 就是它的抓地力一定要很好 不然常常這樣子害人害人害人 它的腰椎就會造成它的不適跟不舒服 而且可以防止你養了長輩滑到 養了長輩 而以前的防滑磚呢 它是非常凹凸不平的 因為它會讓凹凸不平產生很大的抓地力 但是現在的科技的進步呢 其實現在的防滑磚它都能夠做得非常平整 你可以想像 當它如果是凹凸不平的時候 你今天假設你真的摔倒了 你在第二次下去的時候 很像你那隻啾的可以有刷抓扯的 但是現在的防滑磚因為它平整 它也可能造成你的二度傷害能夠減少 像這個就是現在做的防滑磚 不過我們用講的實在是有點難 我們用一種角度實驗來示範給大家看 以上這幾點各位朋友你記住了嗎 如果你在今天施工現場或者是你家要裝潢 甚至你要掉一些IKEA的價值 你會發現無法使用磁磚 或無法對付磚的時候 請分享這支影片給大家看 那如果今天你真的已經忘記 怎麼樣挑選磚磚 如果去分辨磚品質的話 那告訴你一個不必的道理 選一個保護最久的磚就好了 或者是你找一個你真的新人的設計師 那就好了 那以上就是這座的超認真少年 我們下週再見 請記得訂閱分享我們的影片 掰不 通常你在家裡做磚的時候 其他通常是有經驗或者是比較 比較好心的老師傅的話 應該都會不告訴你 你這批磚到底叫的好不好 但是有時候這又回到一些 社會食物鏈的問題 有時候好像師傅 老師傅發現你磚不好 他如果Gail去跟業主講 然後說不定他工作就被換掉 但是他如果不講 他良心又過不去 但是如果這個時候 他過去跟人家廠商套腰的話 可能廠商也會不爽這個老師傅 以後就給他這個師傅 比較不好的價錢 可能真的很難 我們家浴室就是貼這種磚 大家有沒有小時候看過 就是你們有沒有小時候看過那個 大象踩磚的那個廣告 屁咧怎麼可能 大象踩磚咧 就是那個 德尼家的那個 來來來 大象踩磚不會破有沒有 歌吉拉踩磚 照片 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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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aaa 啊 �rrrrом 参比 〔好 hostsの抵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